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拿到前两名 然后奉活赛这个资格 这样的话我们就算输了 我们还有比赛打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虽然是有我和卡莎在 但是很多选手都没什么打过 逼我的比赛 如果我们多打比赛的话 我们不管是整个队友 不管是每个人都有好处 就希望我们尽量拿到就是 向下的比赛全部赢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被看见了 你向下路怎么又动手了 牛牛这边很危险 焦树点燃之后 但是被冰川增幅的那个紧速带紧速到了 没有过来 抓一波下 但是我得看南风的南风的血量很差 200出头的血量 这边皮皮尬的血量不太好了 这一波没硬中 OK 其实等级逛一波溜了 无视发生 但是南风也在身后 插了个眼 但这个位置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其实是短时间二打三 但是到六了直接拉大招 这是个四级的打野 无视发生了呀 这波 炸裂了 想要抓一波下路 有闪有意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一走 但顶到脚上 但是中央被浮温禁锢 留下之后交出闪现 再治疗台里一走 最后被炮浮闪现 一炮A死 而且上路口 但是被硬打下来了 看一下上路 两段大 A三段大 然后快刀结乱 这个闪是不是捏得有一点太死了 但这个位置想抓 尤卡其实有点难抓 又拉到了 尤卡这边不交闪 先躲的吗 啊 呃 现在交闪 其实也来得及 但是 来得及吗 好像来不及了 呃 这波其实 一个大打不死 是在F6的 其实离尤卡很近 再看一下这波 又是 又是吃F6吃出事情来了 啊 Q打不 但其实知道 人马刚打完新封呗 哦 还有加上就是 Chipton 这一脚 其实是把人 都拉到了 又来了 再来一波 三波大拳 这波没闪现死了呀 哎 但是这边好像回了一口 再A一下 然后再一个EQ死了 这没有走位的空间了 牛宝 两次三杀乔丹 这把他依旧很肥 而且他队位已经领先了两级了 刚才T3Rage之后 这波线也是推进去的 哎 这里直接过来 看Chipton 交出闪现 之后拉开了一段 身位让RKD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可以跟上伤害 但是南风这里怎么办 实际上也是有闪现的 呃 闪现左勾 再将闪给QW接R 他们的闪都捏得好死 嗯 感觉黑腔闪有点机会 但是那种直闪的话 确实是距离不够 那这样利用霞武先锋 顺势把ETA也拔掉 你要再在正面 就很危险了 再一波直接搭到大两个 好不赶紧治疗财了一口 哎 PK的血量很低啊 南风刚出来又死了 新鲜出炉的牛肉 又被吃到了 你知道这波南风 是真正难受 南风 出了个五速鞋 光速跑出来 然后又死了 没办法 这两波主要左边打团结 这波确实 左边太团结了这一波 瞬间下路上主到场 然后这波这波主要 南风也没顶到 对 嗯 这里确实交闪也走不掉 但是最后再交闪也是浪费了 对 它主要是这个闪 必须在那个位置交了 嗯 不然的话 它其实后面压下 可以隔枪闪 这个位置是为了闪现躲的太坦的勾 然后这波老牛死了 这个确实在硬手 这座塔也是有一点 皮皮尴尬打得好 对吧 皮皮尴尬打得好 然后去转出来 老牛这波 也是很赶顶 只能说 确实赶顶 第二条龙 这个位置又上二连 连一个人马 后面夹子没跟上 A了半天 A的小龙宝大概了一半血量 后面一个取经折月 开车过来 还站在这边 牛宝直接进场 但是被发条拉了一下 昨天显得伤害 还是带走如皮 牛宝站出来了 他拯救了队伍 这波团队打赢了 顺势应该是可以去拿小龙 现在两次都是记忆差 嗯 再踢一手握两条小龙 龙魂压力不大 他这是踩着 其实踩着河道线的祭坛过来的 没注意吧 感觉 因为在下面去作战 啊 上路可能乔丹会说两句 miss miss 但是 呃 而且这一波 刚好是被W给躲掉了 嗯 这波确实他的支援 包后做得非常的漂亮 是的 两个大人头 嗯 这波 想要直接开号鞭 交闪 往下交 两个反星快 顶了两个 两边都交底 飞带 再配合上 U宝的一个竞场 R闪踢歪的是个泰坦 正面的话 其实捏了个三段大的手上 Niu宝就没想解皮皮卡 再被一个治疗掉回来了 被恐惧了 Niu宝要死了 瑞士不及 终极棒的拿着一个大人头 后面 FODY人疯狂地追 现在 带来一个冲击波 像双组 直接阵亡 V5拉扯的好呀 这波 其实 有点太招 哎 这波好像扛塔扛死了 人拉到野斧直接死了之后 自己也死了 先推进了一波节奏 但是Niu宝 他往下走的半路 发现V5开起来的 他直接走到一半 看河道 他直接交踢 Niu宝真的 新系队伍 直接走到一半 然后开始交踢 然后另一边的话 瑞士也是直接交踢 但是这波 其实南风开得有点 太着急了 而且 Chifton 踢的也不太好 踢了个 PB告的回来 而且PB告的 正好身上有块 小秒表 是的 这波泰坦 读过了右边好多技能 而且这波 刚好Yuka也没有大招 没法第一时间来到正面 然后后面看一下 一个大 拉到的是野斧 主要是可以扛塔的 也不知道怎么扛的塔的 想走到前面去 哎 哎 一下 我再帮你扛一下 他想就靠自己 觉得自己不会死 想帮队友都扛一下 对 他那一下在等自己的球回身上 啊 交踢要越RICH RICH有闪 往后拉 这边有老牛在 应该是文死版的 这一波 顶到墙上Q起来 交闪吗 这波穷神域还蛮强的 RICH 回卡下 想拉扯一段时间 但是对面是四个人 哎 可以轮流扛塔 多拖一会儿吧 吃波线 多拖一会儿 还有顿弓 再二连起来 RICH 竟力要到六千了 到六千了 就批批靠的 想找机会 看看看一下 扫到了 扫到了 带着球过来 一勾 勾到 南风没闪 要不要对南风动手呢 南风这里开启大招 其实磨都磨死了 如可以连大招都不交 确实没什么必要 想找一波机会 吃不得想踢一脚吧 但V5点在卡视野 皮皮尬的在旁边 皮皮尬的先 一马当先出过来 鞋开炮扶了 有没有人管一下后排呀 小龙跑过来 这快到了两个人 在正面 在牛又先阵亡了 而后续 真正的牛进场了 完成了一波急杀 这波又把 又是倒得更快 让泽力也倒 这波 其实虾子已经露头了 虾子刚刚是在草外 站了一秒钟 但是 V5已经是 健在身上不得不发了 对吧 然后打起来了 就风体在这边 是被涌霜 被涌霜定到 然后这些浮温禁锢 然后再加上 后面的超级死人飞弹 一整套的方法 大龙视野先排队 而且TT现在全员 真演用完了 扶住 哎 又是勾到了南风 南风大招直接被逼了出来 在正面 我看到牛宝 这里选择了一波 然后取机哲平进的一个瞬间 先被拉到了两个 好难受呀 然后 Rookie 闪现躲二连 让斯佳的往Volting这个位置 又闪现躲了 这边一个闪现小剑 小龙宝 这边虽然倒到后面 V5边全员 太好 现在开招往前打 在这边反手又进口进口 进口到了 哇 PP告的这个钩子 百发百中 大招之后 现在右边就有点起舞 南下就老牛的大招 这么交出来了 那下部更难打 对 只能这一波 拼一下了 对 然后于是 U卡 交大 然后 NUBO交踢 但是下来那一瞬间 结果 只有两个人上的车上得到 而且炮夫根本跟不上 转B5双吸反应太快了 Volting这里闪现躲着Chapton的踢 Rookie也是闪现躲掉了老牛的二连 然后 NUBO的最后一波爆发 打在了Rich的顿弓上 是 然后 Volting这里就是 现在中上两路 V5齐推 中路大门敞开的 炮夫这波是有无尽的 要开TD应该是想接 开车过来 想来找Rich 没闪的Rich 但是不好 而且现在Rich 也不是很怕跟你1V1 Rich将踢来正面 这波应该是要逼RiNUBO的踢的 这波必须要打零 因为下路超级兵也是进来的 但是Chapton已经先被打残 只剩下一半的血量 这波 其实V5可以慢慢拖着打 不用着急 因为TD下路的兵线非常差 是 尝试了一波之后 没有选择看又是老牛 牛牛这边 赶紧是把大招开了出来 一个大招 变出了泡布的闪现了Yuka正面 已经被打得了三万之一的一个血量 又被闪现躲了 精神好难受啊 而且RiNUBO进场之后 发生绝对有根本跟不上 尝试了一个 但是后续还是被RiNu 给封死了 看一下正面Yuka也顶不住 泡布这边也阵亡 V5完成了一波 Ace 那这样应该是要结束比赛了 这一波V5打得很聪明啊 借助下路的兵线优势 直接踢兵过来 逼你首线的人踢 这波TT是必须得打的一波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还是被V5拉扯了 是的 那我们也是要恭喜V5以2比0 战胜TT再拿下一分 这样V5就来到了12胜 你打不散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MFT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就押正面就是3打试了 这波 edora 先把他打,赔了吧 一打一打一打,看下一滴 先把他杀了 先看好,先看好灯 杀人杀人杀人 救下龙,救下龙 干他 阿龙 来死阿龙 来死阿龙 我喜欢死,杀人 谁 杀人杀人 frei 杀人杀人不好,杀人给我盼 aba 下面下把手机 可以充满 我去 我帮你 一波 这边杀了一波 第2波 这波是不会干 这个二连就死掉了 变单下 领取变单下两次 WRaze